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 美国过去24小时内新冠病毒新增死亡740例 累计死亡病例已经超过了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死亡人数 11万6516人 据美联社报道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6月16号20点30分 北京时间17号8点30分的统计 美国累计死亡总数达到11万6854人 24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23351例 累计确诊达到2134973例 美国是世界上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缺乏测试 一个世纪前第一次大战死亡人数也缺乏准确统计 所以两者的统计数字都远远不够精确 但是历史学家和美国国会研究局认为 美国死于一战的人数为11万6516人 这接近真实数字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预测建模最新数据显示 到今年10月1号美国死亡病例预计将达到20万 模型还显示9月及10月的单日死亡人数将大幅上升 公知面前四十五十六岁 告知面三十二十九幅上为12争俩 感谢观看